土壤裡面有一種蟲,就是沙棗 沙棗就是一種寄生蟲 會鑽到我們孩子的腳趾縫裡面去 供的吸血,母的下蛋 所以就會開始潰爛 其實他們再踩回去那爛泥巴的地上 傷口就會有各種不同的細菌感染 最嚴重的就會到鞋肢,到生命危險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台灣募集這些鞋子 叫做救鞋,救命開始 從小就生長在那個環境 他們覺得這一切都是正常的 會有沙棗,寄生在腳上是正常的 腳會爛掉是正常的 告訴他們說衛生,那我們要穿鞋子 我們才可以預防 捲鞋嗎?這邊這邊,謝謝你支持 收到鞋子之後,我們一開始就是要先這樣壓 看它的這邊有沒有壞掉跟脫腳 因為我們在運送的過程中會很熱 然後很熱的情況下,在這樣賽的話 那個膠子會越拖越開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收這個物資 從2014年到現在 我們大概送了超過300多萬雙鞋子 到非洲十幾個不同的國家 到現在差不多160幾個貨櫃 在這過程當中幫助了超過300萬個人 300多萬個物資 他們甚至有些部落裡面 沒有接受過基礎教育的人曾經說過 那個應該是被巫師詛咒了 所以腳才會爛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發現衛教非常的重要 所以開始有護士去各個村莊做衛教 讓他們知道說感染病,疾病,寄生蟲是什麼概念 我也第一次幫人家剪指甲 然後覺得很害怕就是減傷他啊什麼的 就是身在一個資源非常豐富的台灣 覺得自己是一個很被祝福的人 所以也會很想要成為那個給予祝福的 所以就會想要到非洲去做服務 救急救命成立之後 我跟我的家人很快就搬到非洲去住那邊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覺得不可能在台灣的冷氣房 去思考非洲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所有的他們生活的需要 我們就開始挖了水井提供乾淨的水源 或者是蓋學校能夠提供一些基礎教育 或者技職教育以及做一些養肌農耕技術發展 是因為他們能夠得到溫飽 那當然最後變成整個社區的發展 不管是鋪設地板最終能夠解決殺澡感染的問題 很多很多的計劃因此而產生 每一年我都跟我太太說 就做到今年就好 員工突然之間又從非洲寄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是一個非洲的孩子 左手拿著一杯髒水 右手拿著乾淨的水 我的員工又說 我們水井又挖好了 又多三千個孩子可以活得下來了 然後我看到這些畫面 就轉頭跟我太太說 要不然我們再多做幾年好了 船上獎能夠幫助我們在台灣 有一個更好的場域空間 一個志工的場域空間 每一個月我們都有幾百個志工 在這邊一起募集鞋子 整理鞋子 然後一起做志工培訓 能夠讓我們培育出更多更多台灣的 然後下一個時代的青年 然後去參與國際人道救援的這樣子的工作 太大了 去逼廢了 去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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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